大家好,我是徐公 之前有网友建议我按照游戏流程 解说沿途物品的现实原型 我决定采纳建议,做几期试试看 不过我水平比较菜 所以这个视频更的不会太快 在慢速通关的过程中 我会结合自己看过的几本书 逛过的几处古建筑 来地毯式考据沿途的全部看点 建筑为主,其余为辅 我听说游客很能藏 那咱们就看看 是他们的藏山大法厉害 还是我的丁针大法厉害 一线三连加关注 我们今天的旅途正式开始 那我们从序章开始 先说孙悟空 这位是西游记的男一号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下下供奉孙悟空的地方 我就见过一处 那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 景行县苍严山的小刊 这是一座面阔一间 近身一间的硬山顶小房子 内中不是小盛而是大盛 游戏里的四大天王 我们之前单独出视频说过了 现在我们来看巨灵神的盔甲 他这下半身的盔甲 很像是戏曲中的白铐 前边一块挡着的 左右各有支出来的甲片 构造是近似的 就算游戈不是从戏曲中取材 这两者也必然是同根同源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巨灵神的铠甲中间 不该有这个大象鼻子 今天没变化好就敢出来 明天你想干什么 想给张峰一通电话吗 反正我感觉这个巨灵神 有点不对劲 看完这些 我们再来看二郎神 二郎神的胸口上 戴着一个菩萨的头 菩萨头上的帽子中间 有一朵空荡荡的香云 这是战损化佛宝观的象征 中间的佛调了 周边有残破的叶子 这是战损七叶宝观的象征 所以这个菩萨头 应是两者的融合体 我总感觉它取自 藏传佛教中的菩萨 但我找现实原形时 只看到它 与河南卫视健保节目中的 十一面观音有点像 虽然细节不尽然相同 但我已经找不到 更像的原形了 二郎神手臂上戴的护甲 名为臂钩 博物馆中出土的古代臂钩 造型都较为简单 能起到护臂功能就行 但古代造像 要考虑的就多了 我们以四川平五 鲍恩寺的造像臂钩为例 两头均有兽头或花朵装饰 中间均有袋装饰 两侧均有椭圆形装饰 考虑到游科层到鲍恩寺取景 我看二郎神臂甲的来源 多半便是参考了此处 民间的二郎神供奉 我只见过两处 一处是山西灵石滋寿寺 这边的二郎神占了一个很小的偏殿 而且是文官打扮 左右斜是两个文官造像 两个武将装扮造像 其中有一个扛着三尖两日刀 脚底下趴着笑天拳 屋顶梁架圆里圆气的 殿内还有壁画 另一个是山西介修张碧古堡的二郎庙 张碧古堡很大 你忍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这对蓝色琉璃像 就找到二郎庙的入口了 走进去之后 能看到一座二层建筑 楼下是三个窑洞 楼上的硬山顶小房子里 供奉的就是二郎神 笑天犬藏在脚边上 两侧则是眉山六将 造像比较新 拥有十年左右的历史 虽然新 但这个工艺是真的不赖 一眼能看出威武雄壮来 刚才咱们说过了 二郎庙是二层建筑 你猜它的楼下是什么 当然是大量的琉璃彩素了 山西介修乃是文明侠耳的琉璃之乡 所以缺不了各式各样的琉璃工艺品 我想各位天命人 最爱看的应该是这一组彩素了 它就是黑神画武空中 二十八秀彩素的琉璃板 这个看起来更绿 它的正面有一座大戏台 戏台前面有整整一排的琉璃脊兽 看似有楼梯可以登上戏台 实际上后边的门锁着 只能隔着门缝 看看上面的平旗 以上这两处建筑都在山西 而我没去过的二郎神庙 更不知道还有多少 要么说地上文物看山西 它们保存下来的文物基数够大 就能保存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也能从中找到更多的草蛇灰线 二郎神信仰可以追溯到 礼宾修建都江燕的时代 他的次子便是后人口中的 灌口二郎 这个信仰于唐代诞生 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在宋代 灌口二郎过生日的时候 还有盛大的庆祝典礼 不知如今还有没有 也不知道如今的四川 对二郎神的供奉还多不多 在四川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礼宾的籍贯 迄今仍然是个谜 其中一种说法 说他是山西运城人 说不定还是盐湖区的 其实二郎神的原形 并不止礼宾儿子这一种 还有勇士赵玉 他的功勋是斩杀蛟龙 而七圣与孝天拳 也在他的传说中出现了 另外还有勇士邓霞 他的功绩也是斩杀蛟龙 这种恶蛟龙的传说 是古代水灾的具象化体现 斩杀蛟龙的深层含义 其实指的是平定水灾 而人们对二郎神的供奉 则是古人在水火无情的恐惧之下 希望能有一位灌口二郎 来帮助他们平定水灾 至于二郎神与杨简形象的融合 这个锅得让风神演绎来背 中国的水神艺术将两者做过比较 除了三只眼和变化神通之外 连梅山六将与梅山七怪 也有着微妙对应 因为风神演绎人气极高 所以二郎神和杨简这两者 都被融合起来了 说到杨简啊 希望游客下一步 能做个黑神话风神 价格别太贵 199交个朋友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下一段是双鸟追逐的这一段 此处二郎神变化的 是现实中的雪宵 此鸟又名白色毛头鹰 它栖息于寒冷地带 所以演化出了这个毛色 二郎神变成这样 可能是为了配合衣服的颜色 大圣变的那只红鸟是什么 认不出来 中间老猴子给天命人展示那一段 我没看出什么可说的细节 下面我们来到第一章开头 两个狼腰口唱歌腰前进 人味道 声音闲智 走走走 游游游这个开头 出自清代文人郭小婷的作品 《技工全传》 原版是这么一大堆 狼腰吟唱的虽短 但两者的意境是非常接近的 看来这两只狼腰 平时没少看杂七杂八的书 两个狼腰不足为虑 哎呀 我大意了 没有闪 但没关系 照样解决他们 往前有个看守箱子的狼腰 这咱能怕他 看我金刚大倒锤 好 按照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 他已经说了 箱子附近这个地方 是湖北实验武当山的龙头箱 我放出对比图 大家看一下 上边的云文和龙都得到了还原 现实中的香炉在游戏里没出现 雕龙十两始建于元朝 是古代能功巧匠的作品 湖北朋友别忘了来这边巡礼 路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素材附用 就不赘述了 往前能看到一个土地庙 这是一个带树的木制小建筑 上香后会开出桃花 石英云 桃之夭夭 啄啄其华 知子于归 宜其世家 桃花自古便在中国生长 也诞生了很多美好的词语 风景优美 视为桃红柳绿 长得好看 视为艳如桃李 培养闲财多 视为桃李满天下 连刘关章结义 都是在桃园 而在土地庙中出现的桃花 当然也象征着生命 希望和硕果累累 中途错过的果子 都能来到这边补斋 这个土地庙的建筑 很像民间家里的小佛刊 其实我之前出取景地视频的时候 路过这种景区的小刊 都会说一句 这是存档点 其实他在游戏里 还兼任了传送点 以及商人的功能 他这里边供奉的 一般都是土地神 四川安月明山寺这边 供奉的是土地公和土地婆 山西魂园玄空寺这边 供奉的是山神和土古神 这好像没什么区别 里外里还是保佑丰收的神 这些简易的土地庙 就是黑猴土地庙的原型 而黑风山土地庙的木结构 其实也很像祖宗堂 这话是在今年三月份 我去天水吃麻辣烫的时候 逛了逛当地的南宅子 这里同时也是天水民苏博物馆 这里边有至少两个大屋子 是陈列这种木制祖宗堂的 年代则是以明清为主 里边供奉的是祖先 而不是土地 他们的外形 也很像是一个小建筑 虽说我去过不少博物馆 但祖宗堂这种文物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再看黑风山土地庙的屋顶 它是一根正极 四根弯曲的垂极 这种屋顶叫做五垫顶 因为是一共五根脊 所以宋代被称为五脊顶 北方人常说五脊六兽 这就是那个五脊 可能弹幕里会有人问 六兽是什么呢 六兽指的是四个垂兽 两个吃稳 加一起正好六个 至于眼角这些 就一个光杆兽头 这个叫做套兽 不计入六兽之列 吃稳放在正脊两端 这是正常的 但是垂兽一般情况下 应该放在垂脊的末端 在游戏里 游科给它放垂脊中间去了 这要么是游科魔改 要么就是现实中 有个别人搞的魔改 因为这些小兽 他们天天蹲在屋脊 闲得蛋疼 所以五脊六兽这个词 也形容人们 干不了想干的事 浑身难受 比方说 预下载130G 还得解压 还得编译着色器 很容易把人憋得 五脊六兽 屋檐下的兜拱 我只能看到 下方出的第一条花拱 其余的让屋顶盖住了 我扭来扭去也看不见 但是五垫顶的配置 相对是比较高的 崇岩五垫顶的配置就更高了 故宫的太和殿 是崇岩五垫顶 故宫的乾清宫 也是崇岩五垫顶 这就是五垫顶又加了一层 级别很高 一般人不能用 不加这一层 就叫做丹岩五垫顶 比崇岩的级别低 但现实中的土地庙 连丹岩五垫顶都不够格 我们还是以 山西灵石滋寿寺为例 这边的土地殿 是一座面阔三间的 悬山顶小房子 明代建筑 梁架看起来原理原器的 内中供奉的是土地公土地婆 前方摆的彩条 则是各方星君 我们再来看 山西平遥双临寺的土地殿 内中供奉的是土地神 左右携士卫 则是金铜玉女 你猜周边这一圈是谁 其实这些也是土地神 但不如主位的土地神高级 如果主位是平遥县的土地神 那边上就是乡镇级别的土地神 大家聚在这边开会 请县级领导指导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 有没有什么地方 他既拥有游戏中的五殿顶 又与土地信仰强相关 还真有 那就是山西万荣寄王庙 这里是中国现存的 唯一宋代五殿顶建筑 普通土地神 肯定是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他这个正殿里 供奉的是寄王爷 也就是上古时代的 部族领袖后继 也是当时的重庄稼能手 因为他生前经常指导百姓种地 所以得了这份供奉 我们可以把寄王爷 视为国籍的土地神 而寄王庙内 也有我们当代的土地神 袁隆平 在古老的时代 人们吃饭靠劳作 也靠天命 说白了 只能乖乖听老天命令 而今天 新时代的土地之神 帮我们挣脱了过往的天命锁链 也让我们这些天命人 能在另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本系列的下期节目 我们就从土地庙出发 继续前进探索周边的细节 各位敬请期待